晚上好 我是微敏 欢迎收看6月16号的百格大事迹 首先来看GSC电影院因为抵触反暴力法令被罚 引起网民纷纷要求当局也一视同仁 对付同样赚取不合理盈利的商家 对此 贸销部执法组主任阿兹曼告诉新洲日报 除了电影院 该部2200名执法人员将会按照时间表 或者是依据公众的投诉 到各地商店 杂货店 餐馆 咖啡馆 机场 学校食堂等等的场所进行检查 如果证实业者从中谋取暴力 一律受到对付 因此他希望公众能够成为贸销部的耳目 如果发现商家有不当或者是牟利行为 可以向该部作出投诉 圈阳的牛羊走上公路 酿成意外的事件实有所闻 今天 瓜雪示意会就在脸书张贴照片 显示牛群成群在大道上游荡 周遭还有罗里和轿车造成了交通问题 随后 街后投报的执法人员就抵达了现场 展开了抓捕游荡牛只的行动 但最终只是成功逮到一只牛 并将他冲攻 市议会执法主任穆哈默 鲁飞就说到了 业者将接获1000令吉罚单 他同时放话其他的四主 必须肩负管控牛只的责任 不要放任牛只在路上游荡 不少人可能都会认为 大马现在的政局很混乱以及不稳定 但首相伊斯麦·沙比利就不这么认为了 首相今天被循集时 就要大家看看当下的情况 现在政府没有负面批评 各个政党也没有大吵大闹 所以目前政治情况是稳定的 这也让政府可以专注进行各项经济复苏的工作 解决物价高涨 供应短缺的问题 至于何时举行大选呢 伊斯麦就说 没有一名首相会公开讨论大选日期 但他打官腔的说道 大选一定会举行 每过一天就接近举行大选的日期一点 接着来关注 柔佛苏丹伊布拉辛陛下 在主持第15届柔佛州议会开幕仪式上 所发表的诸多看法 对于联邦政府 陛下提醒中央 不要把柔州当成继子 应该给予柔州公平的拨款 以及兑现提升基建的承诺 不要让子民迫使柔佛脱离马来西亚 此外 陛下也针对联邦政府随意更改政策表示不满 好 比如第二家园等等的投资项目 陛下直言 这并非帮忙国家经济建设 而是帮倒忙增添了其他州属的困扰 对于政府已经落实的18岁投票级参选政策 虽然柔佛州议会已经在1月6号通过州修宪案 但尚未获得柔苏丹的预准 对此 陛下指出 他同意年满18岁的民众可以参与投票 但他不认为这个年龄层适宜担任州议员 表示这尤为柔佛州打造有素质团队的方向 而柔佛州政府的法定参选年龄应该维持在21岁 最后来看 前副首相阿末扎西涉嫌签证系统贪污案 今天续审 其中第17名证人David Dunn 也就是VLN营运商Eltra Kirana有限公司的前行政经理 他在庭上共振时表示 曾经将300万令吉的现金装在行李箱内 之后递送到不成的副首相官邸 给时任副首相阿末扎西 另外他也解释 公司指示他为收取金钱的人士取代号 以掩饰相关人士的真实身份 其中这些代号就包括了ZZYB Yangway和Monster等等 他称其中扎西的这个怪兽代号 是因为当下他刚好在吃着MommyMonster零食 所以就取了这个代号了 那么今天的百格大事集到此 感谢收看 也记得订阅支持百格 本期百格大事集 由双微学院与大学荣誉呈现 双微学院与大学开放日 将在6月25号到26号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举行 预知更多详情 可浏览三味.edio.myslashopenday